國際文憑大學御科IB 星期六放榜 北瑞南書院今年誕生了4個考獲滿分45分的狀元 也有7個考獲44分和17個考獲43分的學生 狀元之一的邵宇軒獲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及政治課程取錄 他表示在國際之間見到太多亂象出現 期望可以運用知識幫助基層人士改善生活 形容就算政治環境改變都不會在這方面退縮 對於今屆IB發生跨時區作弊事件 另一狀元王晴熙就認為事件對考生不公 難免影響認識心情但仍然努力避使 而北瑞南書院國際文憑統籌胡家倫就強調校方和學生很重視學術誠實 確保他們不會參與其中